我想要引幾句話 幾段話 想請教我們的秘書長 猜猜看是誰說的 總統到國會報告 必須要與立委雙向溝通互動 能夠尋達才有意義 你知道這句話誰說的嗎 我是我們的民進黨總召柯建民 那我再問第二段話 如果總統只是來報告自言自語 那麼在臉書上寫一寫啦 找電視台做獨白就夠了 不要來踐踏立法院啦 這句話誰說的 我告訴你也是我們的民進黨的總召柯建民 有鑒於國會監督的重要總統到立法院 進行國情報告 必須採取急問急答的方式 否則根本沒有意義 這句話誰說的 我告訴你還是柯建民總召說的 好了 然後國情報告急問急答 違憲啊 違憲啊 你知道這句話誰說的嗎 也是柯建民說的 他搞得我好亂啊 民進黨幫我排解一下好不好 國情報告才急問急答 我現在不講合不合理啦 其他國家有沒有這樣做啦 我要問你們有違憲嗎 因為 因為 在立法過程當中 如果委員提了 如果是有意願憲法 當然 有違憲的一定司法院的解釋吧 我當過馬英九總統的發言人 總統府的副秘書長 我主持陪同馬總統 召開記者會 這是無數次啊 你有沒有聽過馬英九的吃到飽記者會 問到飽記者會 有沒有聽過 我告訴你 馬總統經常舉辦問到飽記者會啦 就是記者 你隨便你問 你問到滿意 沒有人有問題 沒有人有問題以後 馬總統才離開 好那我想請教你齁 記者在記者會上 對總統採取即時答詢嘛 對不對 記者會都即時答詢啊 對不對 尋答 算是對總統的不尊重嗎 記者在跟總統即時尋答 算不算不尊重 不尊重總統 因為他本來就總統就 答對了嘛 有什麼不尊重呢 那麼 記者在記者會上 對總統即時尋答 是毀線亂證嗎 不是吧 因為很明顯 答這ABC的常識嘛 那我想請問你 那為什麼國會 總統在國會 接受立法委員的即時尋答 就是對總統的不尊重 那我就要請教秘書長齁 請問我剛剛前面講那個 問盜寶記者會的馬總統 是是是 然後叫做氣死我的蔡英文 你覺得誰比較尊重民眾知的權益啊 從剛才羅委員的這一個描示說明 當然很清楚 當然馬總統比較 對於民意的尊重是比較強 謝謝民俗長 比較強